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就博学多才 勤奋好学 才华 远庆文明 汉朝的时候还没有实行这个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开始的 那汉朝是怎么学麻人才呢 扣大家的推荐 那王章由于才华出众 打着推荐他的京都读泰学 一般来讲啊 读完了泰学就可以当官了 那王章很高兴啊 叫他的妻子到京都 一般来讲啊 能到京都不太学的 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家 在京都都住高级宾馆 吃好了喝好的 但是王章呢 家里很穷 住不起宾馆 住不起宾馆 他住哪呢 自己做了一间小破房 他在里边住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王章的身体是越来越差 不就有一次啊 外面下着雨 天气很冷 王章病了 发烧 浑身难受 这破房子旁边有一个牛棚 里头喂着两头牛 这王章实在冷得受不了了 跑到来 牛棚里头 把这牛衣拿过来 盖上 夫妻的人就靠着这种方式取暖 说牛衣是什么呢 牛衣是一种类似缩翼的东西 东西来给牛郁寒的 这是王章披上的牛衣 还得觉得老 他觉得 他觉得自己要活不了了 他和妻子说 嫌弃啊 照现在状况看来 我是没有当官的命啊 你跟我走来也不容易 你呢 就快点回家了啊 你别招着醉 我要是死吧 你也别管我 你就再找一个得了吧 肯定有人能帮我给埋的 你就快点回家了啊 走 走 他妻子一听 坏了 王章丧失信心了 最悲目过心死啊 他鼓励王章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认为 朝中所有当官的人都没有你的才华钢 你一定能行的 王章说 我不行了 我现在都冷了 我马上就要死了 走 走 他妻子一听 生气 说什么你 我为什么跟你来 就因为我看你有出息 多了太学做一个官 能给我们光宗耀祖 现在给你平变交迫 不自己振作精神圈在这里悲伤哭泣 多没出息 啪 给了王章一个嘴巴 你打我 我打你怎么样 这一巴掌把王章给打醒了 病好了之后 王章奋发读书 终于当上了官 当上什么官呢 金兆尹 不是金兆尹是什么 就是首都最高官员 像咱们台北市市长一样 流一对气 这个成语就是比喻 读书人刻苦读书 或是夫妻共度 穷困 好了 这集的大话成语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